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局势不容乐观 上期视频做的反响还不错 但是很多小伙伴调侃我的队友好 那么本期给大家带来一局最常见 也是打野玩家最同层的局面 咱们走个流程分析一下阵容 这边我上了个搜索 回来看到凯尔打,盖伦,埃克达,刀妹 我就知道这把要炸 如果我是对面打野我就疯狂光开 让他度过前期,后面打团是无敌的 OK,流程走完了 咱们直接进入比赛的画面 这边我这上面插了个防守语 然后回家换了扫描 我一开始呢 学错技能的没学E学得W 所以这把我选择了红开 也没有关系,随便怎么刷都差不多的 这边呢,红霸盘梅 我先交了神剑 因为需要防守眼的 所以不怕对背对面反野 大家在没有眼的情况下 又不要这样操作 这边呢,红霸盘梅打完呢 刀妹就松了一些 咱们玩打野呢,最重要的是理智 玩AD呢,最重要的是冷静 玩中南少南呢,我不知道,我没玩过 我也就不过多评论了 因为严都必施嘛,对不对 说多了反而还不好 这边呢,还是老样子 先开小石头再开F4 为什么呢,因为对面的 我们这边没有线权 我怕对面跟我抢核切 因为叫信 他跟我抢核切的话 我可以更快的去上核切 跟他换核切 他追来的也不怕 他追来的话,他其实挺好节奏 他追来的话,就把那个核切让给他 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上面也去打完了 他追来,把那个核切打了 他还要回家再去他的蓝牌服 很耗他时间的,其实现在核切没有那么重要啊 就一百块钱加一点点金链罢了 我们打完蓝牌,也是能升到五级的 前期的一点点 烈士根本就不足挂射 前期都是铺垫 后面才是决胜比赛的关键 今天呢,刀妹清完兵线 他还是有星辰的 我是没想到 他还过来帮我沾了 是也可以的 但是呢,他调皮了一下 把我吓一跳 我不能想着省界的 但是他看到他调皮 我就没有交 我怕他搞我心态 他调皮了,他调皮了 他需要把我抢了,我心态就炸了 这边呢,我第一人冲的时候拉屎脚 看他下了两个残血 然后呢,对面望 对面的辅助想回家 还做了防守眼 但是他没有看到我 估计他是发呆了 或者说去看回星装备去了 他这边做的这个眼睛其实非常好 做了个防守眼 因为他怕 我打完核切过来抓他们嘛 这个意思 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这边呢 我选不来想回家 但是我看到对面的 赵新一直不露头 我觉得他应该是反我的蓝去了 然后我去反这个蛤蟆 其实这个举动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没有任何一点的视野 然后呢,我打个星 好像刀妹就去插个眼睛 我想看一下对面斗响 对面不能来了 我直接沉着走人 这把是大烈士啊 我本来在下路带了两波节奏 拿了伊塔和火龙 我以为这把是赢定的 我真的是太天真了 这边呢,我看到赵新露头 我就没有选择从河前那边过去 我以为我怕被他们俩给包了 然后呢,我没想到 这个刀妹又一次死亡了 他还是被弹杀的 这边我帮他守下塔 然后回家了 本来是想刷蓝区的 但是没关系 死人就死了吧 也无所谓 反正都习惯了 很多人问我 队友不会玩乱带节奏 身上一直被弹杀怎么办 我很多都没有去解释 也没有去说 但我的视频里 我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只是你没发现 这边从家里出来之后 也没有去抓上楼的心思 因为呢,纯属是浪费时间 带轮你帮不帮他都差不多的 他是被弹杀 那更不必说了 这把我的目标很明确 帮下路 因为艾克也是很难抓死的 只有下路才是脱口 我在玩战士打野的时候 有优势的时候 我最喜欢AD刷我野了 我真是求之不得 他拿我的野刷经济 他在没事的时候 他可以刷我的野 我最喜欢这种情况 因为真正到比赛后期 是需要势手来接关比赛的 而不是打野 真正到了后面 我就乏力了 尤其是玩战士的 像卡密尔赵姓这种 这把还好 这把选了个武器 偏发育流的 这把选个盲森就完蛋了 讲真的 这把也选个盲森 我们就可以坐等投降了 咱们玩这个偏发育的打野 一定要把自己精神保持住 你没有经济 说句不客气的 你连翻盘的资格都没有 经济游戏 你没有经济 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 这把呢 比较无聊 我一般都在刷野 有河阶控河阶 在烈士的时候 我能做的也就是 控河阶给一点视野 稍微给点作用 有下路有机会 我就来抓 上一波被赵姓抓死了 这一波我又打回来了 然后顺便拆了一塔 这一波 就像是我们这一整局的 巅峰时期 我帮助金克斯 这样抓的两波 应该是人之意境了吧 但是我没想到 他后期还能打得那么烂 总结一下 还是熟练的不够 其实也没那么拆 你们看看 刚才是预选面板 他也是个三级两级的 这边 这边我给大家看了一下 时间是因为这个四分钟 这个防御塔 保护机制的时间消失了 我这边是一整个拆塔 然后回家补了一件 你们看 我回家特地给你们看了 经济面板 我们回家 我和射手补了一件什么装备 他补了一件 3300的引写刃 我补了一件 三项 加一个小短剑 这一波我们直接是 我是来准备打火龙团的 你们可以学习一下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很可怕 在劣势的时候 能顶住优伙 我把火龙拱养 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比较贪心 我火龙拿了 我先锋也不想给他 所以我打完先锋 不是打完火龙 我准备往上转行风 我叫 我已经开始打信号了 这边 但是没想到 被这个艾克卡了一下位置 所以我们导致 我们过去慢了一点 这个上弹盖龙又被单杀了 管达有个最烦的 不是菜的队 而是不听指挥的队 你叫的撤破他也不撤 死了之后还倒打 一把怪在你身上 恶心你 这边捡楼击杀了 咱们玩打也一定要找机会去摸塔 你就算摸掉一层塔 比你也是赚的 你千万不要去做事 你像这一波可能有些人 他就会回家了 基本上我就被水费压打了 完了我好像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将农才进了 那期视频好像被我 把我会的都说完了 其实打野要做的 就这么几件事 你们看到没的走向 这边呢 我看到盖伦被单 被凯尔单传两次 我发现他已经没有兑现能力了 所以我叫盖伦去出破箭的 去下路代线 然后呢 双弹龙去中路压塔 我要到位上来 去跟这个凯尔兑现 注意看这个塔的血量 等会我看我怎么推掉这个塔的 咱们在游戏里面遇到了问题 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不是去泽过的游 如果你不知道 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来看我的视频 我会教你们指挥队友 队前该怎么去队 龙团该怎么去打 怎么样缓解压力 这波我想来抓一下凯尔 配个刀妹把凯尔击杀 然后把他的防御塔给推掉 因为刀妹是有留任能力的 他的大招减速意义 可以控到 但是没想到他做了个防守颜 这边看没机会 他的意识很好 我就没机会 我就回家了 咱们玩发育留的 不要浪费时间啊 咱们玩的不是盲存 可以在这里等他 我们没时间等他啊 这种劣势的局面 咱们赶紧要去发育 下路也去游 资源就赶紧去清 这边呢 咱们看队友的情况 不是在死 就是在死路上 不是这个死 就是那个死 这边呢 他没有写 漏了我一个走位失误 这边直接跟他拉扯一下 直接约塔 比我的装备很好 我是全场第一的经纪 拉扯一下 直接闪现跟W 把他们咬了 然后把他拆了 都是一些很 拼拼无奇的造作 但是我也没想到 这波又出问题了 我刚前脚刚走 这边就出问题了 我真的是服了 先说好啊 就算这队友这样 我全局也没有说一句 任何指责队友的话 因为咱毕竟也是 有身份的人了嘛 有200多个粉丝 咱也得注意一下形象 这边我回家之后 看到对面打野死亡了 对面上和谐刷新了 我直接选择去控上和谐 在对面打野死亡期间一跳 咱们要去强空的资源啊 如果说这一波 我已经在打和谐的话 我会选择去反野 去把他红去反光 我打野很快的 这边看到AD打我的蛤蟆 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甚至想帮他打 但是我怕他以为我要抢 这边我直接选择上路压这个 压这个防御塔 就算卡尔在这里 如果卡尔在这里 他就死定了 因为这个防御塔 我们是可以秒拆掉的 但卡尔没有在 那就算了 压了塔往上走 你看如果这个防御塔是满血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拆一会 万一他队友来了是不是要出问题 这一波呢 我们的队友又不抓了 我们过来只能亡人补牢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种 该这波节奏全死光了 这一波呢 刀妹心态有点小杀 开始说这个双人路一点又没有了 开始说一些不堪入木的话了 然后这边我安慰他说 算了不要说这种话 说这种话也没有用 是不是 然后呢 这边盖伦看到我们家守不住的要回载 但是我给他打型号 让他去拆那个塔 这个塔是可以守不住的 以我多一点的经验 看这个盖是撞不掉的 你看这边盖伦 我打的那个蓝色图要清好 他又过去拆打了 这边是塔 是一环一也不上亏 上面上路给了 给了那个冰淇压力 还是二塔 你看这个对面打野 翻了一个非常知名的错误 也就是我上去说的 我们的外塔全部在 看到没有 如果刚刚这个行风没有拆外塔 我们外塔全部在 对面打野翻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也是最忌讳的错误 为什么这一把我们的翻盘 可能也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去拆塔 他们有优势 但是没有去拆塔 那么疯狂抓人 但是他没有做事 你们明白吗 这边啊 这边我给他解释一下 我不是在刷蓝毛布 不去打 不去打河蟹 不是 不去打这个行风 是因为我的蝶被动 我怕他们来打架 我们准备打架了 其实这个行风 我是不想动的 我果然不出无所调 动了就出事了 然后这一波 我们直接被打了团面 但是没关系 我有我有办法 硬生生的 把我们打散了 不亏的局面 我们这一把 赢就赢在推塔上面 这边看到 艾克过来 走到死 他这边大招回去 他一点作业都没打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没打赢 在5v5 开局我们分析的阵容 我就知道我们打团肯定不赢 这边我给大家看了一波视野 我直接卖了 然后呢 这边我就想回家 然后我 我看到对面比我位置了 我就赶紧去中路 没办法 只能去赛个打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各位 你们能像我一样理智吗 如果你能明白 什么时候该打 什么时候不该打 什么位置能打团 什么位置不能打团 你就离王者不远了 如果你不知道 那么没关系 还是那句话 看我视频 单拍王者你也可以 不知道没关系的 这边我想偷龙 但是 那个兵线看到了艾克的视野 我这边马上选择放弃 这个兵线无形中救了我一命 你们明白吗 你们看我这个走向 我是想偷龙的 因为我打龙挺快的 是不是 然后呢 那个兵线给了艾克 最后一眼的视野 这边呢 他们就位了之后 我马上选择撤退 告诉他们不要去动龙 因为暂时劣势 不要打龙 这一个条土龙 也没多大作用 这个时候呢 对面的打团阵容就非常的 那个了 所以我叫那个 盖伦签进出破剑者 让他去带团 带线 牵制 如果能把凯尔牵制走 我们四打四 是可以赢的 关键就是凯尔 我们管不住凯尔 你们能明白吗 凯尔 对面这把书 其实就输在这个天使上面 等会你们就明白了 我是怎么抓到这个机会 打了一波五打四的团战 把天使打脱节的 你们看我视频 绝对可以找到 有用的点 你们看这一波 我找到他 但是他没看到我 因为没有眼 我这边一抱人打打 直接抢了和弦 马上就走 他是留不住我的 你看和弦一直牢牢的 空在我的手上 这边的艾克 回来做死一波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 他干一些很迷惑的事情 这边我又是选择 带先推塔 因为咱们猎势嘛 没办法打团 就算是优势 我不记得打团打不过 所以只能带先 你看盖轮就下炉带 我在上炉带 但是中路又出事情了 直播本来我是想回去支援 看他们当时第一人 他拉了身下死角 知道他们必死了之后 我就选择在推塔 因为没有办法 然后对面艾克来守 守塔了 我这边知道他是没大招 所以我想强上他一波 然后把高地给推掉 如果这边能强上他的话 高地就推掉 但是我急了 被那个方向他打出来 血手 那这波就打不了了 赶紧回家 本来要回家的 看到这个盖轮上前了 又看到对面那个 赵星 回神被看到了 这边选择直接包他 我直接开麦跟 盖轮说的 抓他抓他 这一波就是翻盘点 就你们看好了 这一波就是翻盘点 这边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金金的吧 大家还记得我们4分钟的时候 我们AD出一件 银血刀嘛 到现在了13分钟 过去了整整9分钟 他出了第二件 装备蓝贴 而且他1-6还1-7 我忘了 大家能明白 这一把有多难受了吗 作为一个打野 我最烦的就是 AD在后期不能接关比赛了 而且我前期已经明明帮他了 大家前期都看到了 我帮到他两次 就算他被抓了 我又帮他打回来 还拆了一台 又拿了火龙 对不对 我已经人之意境了 我应该说 作为打野 我帮成这样已经是OK的了 这边上前之后 注意看我的走位 我这边往下核切走 我为什么一直说推塔推塔 因为推塔过去 有冰线有视野 上一期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视野有多大作用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边选择控核切之后 我在上面的那个冰线视野 看到了凯尔 这一波我直接赶紧说 盖伦下来5打4 找了一波机会 直接 这就是一局定输赢的 这就是机会 冰线创造的机会 那个塔 上路那个塔 创造的机会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要去 一定要做了视野 去摸他 不像对面打野人一样 做了是不是什么都不干 就刷野 整天在那个峡谷里边 看到没 这一波 我直接叫盖伦包上来 对面卡尔还在上面 我们这边赶紧找了一波节奏 我这边拉开 他直接进场 进场直接被秒 没关系 他吸了一大波伤害 我们这边绕后 直接把对面的 女强个集火 女强开的精神没关系 我开一级呢 规避小伤害等他 我的装备很肥 我的经济是全行最高 这边呢 我复活起来 艾克又调皮了 跟那个上去的家里奥一样 他又一打我 我因为一挡了之后 我想这边把他杀掉 他又开精神 我想等他 但是没想到开尔来了 因为开尔给他打招 我只能闪现脑 但是这一波我不走 我为什么不走 因为我还要用这个血量去勾引 他们一定要是要拆塔的 但是我都有快复活了 我这边在等他们 等他们拆高地 他们看到我这个血量 一直忍不住 想伤了打我 不仅想拆塔 还想把我杀了 但是我没关系 我有异技能 我一定是可以走的 开尔没打招 我的异技能 一定是可以走的 看我说的不错 他是不是想杀我 现在他一被我一格挡之后 他到这儿回去 开尔看到我这个血量 想直接秒我 但是我路路来了 今天我直接跳过去 反前的反打 然后呢 没办法 他的精力太高了 直接把我秒了 我而且我被阴住了 但是我队友过来 把他们收了 这一波又是一波 翻盘点 我看到了翻盘的计划 这波我赶紧开麦说 在那边 五打 不是四打三 四打三 我直接跟他们说 杀杀杀杀杀 因为这是机会 这是唯一的 我们打团 五打五是打不过 只能以人多打人少 你们能明白吗 这一波又是一场机会 看我就没让他们打 对面的又上头了 他们不等人 不等队友 他们没有凯尔 是打不过我们的 看到没有 就算我们是劣势 你们没有看到 我们的精力明白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劣势 这就是机会 这就是指挥 兄弟们 这就是指挥 他们只要听指挥 就可以赢了看 我这边打了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看地图上两个信号 一个是叫你们拆高地 一个是叫他们打大龙 等我们打大龙 然后风龙 远古龙 B团 你们知道吗 是可以赢的 但是他们没有听我的话 高地也没有拆 也没有选择去那边 我这边选择看 我的走向 我就说我有传送的 然后他们也没撩我 不过没关系 先打风龙就打风龙吧 咱们只能以大局为重 是不是 这时候哪能说 玩小孩子戏 这边我看到两个人没打招 我本来想 是利用风龙去追击他们的 但是我看到了 对面全员复活了 赶紧说撤队 不要出事了 还没事的时候还刷野 这个AD的经济很低 咱们也就也没有必要去让给他了 他的经济 估计在这个时候只有1万 咱们是有1万7了 很悬殊的 看 是不是 我这边是1万1 我这边是1万7 我这边呢 选择是大龙B团 因为我们远古龙 如果打团还打不过的话 那我认了 真的是 我们看到凯尔在下路 这边直接大龙B团 对面赵新估计心态炸了 看到凯尔还在下路带先 这边赵新 直接选择去下路带先 估计是心态炸了 咱们呢 这个 到时候后面还有一张 很有意思解读 高下 敌我打野 高下利探 他这个 他这个爱可很调皮 他一直在想 从我身上抢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真的是瞧不起我 还有感觉 他每次的这个龙 快有一丝眼 他就要一进来 坐一下死 就没关系 拉扯一下 然后点爆炸口就跳过去 把他们秒了之后 就没想 WQ把他秒了 没关系 这一场 木已成舟了 对面造型开始摆烂了 没关系 他来不来都是无所谓了 他也不可能从手上 手上小红的 OK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你们知道 对面打野说到哪里了吗 他就说在没有看我的视频 如果看过我视频的打野 应该知道 他们在拿到优势的时候 应该去干嘛 不是应该去加固 里面2828乱走乱跳 其实这一把 说实话 对面应该打团阵容的话 其实好好的打团 也是赢我们的 被我们抓到一波机会 直接给逆转了局势 扭转局势了 对面的卡尔 问题就在对面的卡尔身上 他不应该去玩卡尔的 怎么看一下 他的输出才1万多 作为一个优势的方的 一个输出位置 不应该是这个经济 不应该是这个输出 OK 咱们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多多点赞 订阅 转发 关注我 单拍网均 你也可以 哦 去看我视频